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流行哇哇哇,我是丽亭 近年来,邻国马来西亚罗伯州冒出了不少旅游农场 吸引了大批的新加坡游客到访 这些农场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本期节目让我们跟随记者蔡右侠到农场一起去郊游 坐落在罗伯州居栏的成兴绿色有机公园 总占地约有100个足球场大 这里除了有种植有机蔬菜水果的原地 业者希望与访客分享有机蔬菜水果的相关知识 同时也设计了各种吃喝玩乐的活动 以吸引更多的访客 近年来,我们每一年会有大约4万人到农场参观 那么新加坡过来玩的朋友大约占65%左右 对于小孩来说,这里也像是个户外教室 小孩们可以尝试在这里的果园亲手采摘 桑生果实 工作人员也会向孩子们介绍水果的品种 让他们边玩乐边学习 孩子们也可以和小动物接触 在宠物动物园里喂食不同的小动物 另外,这里也有不少适合大人的活动 比如在有机超市购物 这里售卖的有机蔬菜也是来自农场里的收成品 而在这里的餐厅仔细一看 都是用农夫帽制成的 是不是很特别呢? 这里售卖的餐点是用有机食材制成的本地风味美食 农场距离新加坡的车程为三个小时左右 入门票是15令吉,也就是约5新元 而同入门票则是12令吉,也就是约4新元 业者近来也策划了更多的创意活动 以吸引访客走进农场 像是我们之前有邀请一些歌手 来到新马的歌手 来到这个农场里面办一个露天演唱会 那么观众都洗地而坐 在绿地之下享受音乐 那么我们又请这个名厨到我们的农场做伴桌 所以也在露天之下享用农场的一些家乡菜 业者也透露计划每年在农场举办 一两场大型的露天活动 为农场注入活力 业者刚在新加坡设立了旅游公司 设计推出深度旅游团 比如与其他的农场合作 让农场自己当相讨 把地方特色介绍给旅客 不过的业者也坦言 这类旅游行程在推广方面并不容易 挑战就是那个农夫本身 他们愿不愿意去做这个东西 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会说话 会带团这个东西 那当然它也是属于一个比较冷门的一种旅游方式 是真的是你要培养到那个兴趣出来 然后找到那个教育点 我们才能够吸引别人来参加这些团 除了是旅游热点这类农场 其实也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人 到农场里打工半速体验生活 23岁的Laura来自美国 这是她第一次尝试制作马来美食咖喱角 一切对她来说都是新奇的体验 同样在柔活桌的居栏 还有另一家水上农场 也吸引了不少的新加坡访客 和世界各地打工患素的学生 前期体验乡村生活 我们现在就到那里去看一看 家亨有机生态农场距离新加坡的车程 同样是约三个小时左右 据说这里的稻田是最靠近新加坡的一片稻田 另外农场也将一部分的稻田改造成了休闲公园 设计了一些水上活动 不少新加坡学生团体也选择到这里露营 农场也提供住宿设备 让访客在这里过夜 到了晚上 访客在农场漫步 可以听到虫鸣鸟叫 也能看到满天的星星 对城市人来说是难得的体验 另外在新加坡 你可能没有机会放天灯 来到了这里就别错过放天灯的机会了 与三五好友在农场的池塘旁边放天灯 看着天灯慢慢的升上天空 感受晚风熄熄 相信是难忘的体验 而这家农场最吸引目光的地方 就是能够浮在水面的房子 第一我们是想把这个作业比较有点 我们讲卖点的 然后最主要如果真的是水加来的话 水降船高嘛 它可以浮起来 我们就不用省这个麻烦 就会遇到另外的损失了 老板唐博水原本是土木工程师 在开设了自家的农场时 决以致用 自己亲自设计了这些水上浮屋 走进浮屋的房间里 就能发现房间的设计 十分的贴近大自然 没有冷气 但并不会让人觉得闷热 另外房间里的厕所也是半开放式的 让你可以一边洗澡 一边看见周围的风景 在这里住一晚 每个人的价格介于150令吉到350令吉不等 也就是大约50新元到110新元 老板表示 自2011年建了不动度假屋之后 农场的访客也越来越多 不过相关土地因为租约的关系 农场的发展面对了许多的限制 因此还不知道农场未来 能不能顺利的经营下去 于是老板在去年10月也开 刚开了第二家的农场准备 重新出发 新农场坐落在哥达丁尼 目前正在积极开发的阶段 这里也种植了有机农产品种植 比如番薯 玉薯树 稻米等 老板也特别以梯田来种植稻米 让农场景观更显别致 在那里也务实了一个大概有180亩 就是就等于新加坡植物园 那么大的面积的一个岩石森林 来重新做一个休闲农场 好处是那边是这样 既然是一个森林 我们就有一个目标就是说 我们要决定把这个森林的原本的树种 最少有50%的地方跟树种都保留下来了 另外农场也在树上建了木屋 让访客可以体验住在树屋里的感觉 未来还会建洞穴屋 在吸引游客的同时 老板最终希望可以吸引志同道合的退休人士 到农场里长期居住 也希望为当地的年轻人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 在罗伯州 大大小小的休闲农场约有10家 针对越来越多休闲农场的冒出 受访的业者纷纷乐观面对 也表示不把同行当竞争 并向台湾的休闲农场看齐 所以你看台湾现在 听说在2014年我去的时候 他们的这个休闲农业 连统会告诉我们大概有2000万人吃 然后来到台湾 包括马来西亚 新加坡 都有整10万人吃到那边去 其实这个是一个城市发展 人口老化的一个过程里面 必须的一个产品 只是说在马来西亚 我们讲的在初步的时候 所以多几个农场都非常好 看来这期的节目 你是不是也想偶尔跳脱城市生活 到农场里感受田园气息呢 好了 这期的节目我们就播到这里 我们下个星期再会吧